今天去到茶餐厅,老板说昨日会得封新楼盘热卖,即使500个单位一Q清台并不出奇,但为什么连82岁老人家都买楼?虽然说是子女送给他的生日礼物,但其实老友家的要求很简单。 在生日当日,一家人一起吃一餐饭,打一场麻将,甚至可以招呼几个老友。老人家就已经心满意足,不需要买楼这么大阵仗。我还未来得及回答,已经有位男熟客厂先说知道,因为子女不想浪费老人家丁拳,不想给百分之十五DSD印花税,所以现在替他买楼。老人家有什么东瓜豆腐? 百年归老,哪层楼又会自动回归子女名下?如果现在不买楼,老人家百年归老之后,丁拳就没有了,哪位熟客说刚刚被子女逼他买了楼?所以他知道这么清楚?他说得没错,不过我觉得他的子女大胆了一歇。他们怎么知道哪位熟客有没有私生子?如果有,又如何能够担保不将哪个单位留给私生子?如果是阿妈还好一歇? 起码做子女的都能够见到阿妈是否有私生子?不过无论如何,香港人的掃口狠精,可以省百分之十点七五丁拳不用,似乎不合香港人性格。